大家好,我是何广志,笑口文化的一名投稿演员。 去年参加完节目之后,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更多的人认识我了。 王老师说,广志现在有变有钱吗? 变有钱了,我确实变有钱了。 我现在就是租了一个老小区的上海这个地方,但是离公司还挺近的,就是五站地铁。 虽然说五站地铁,但我也基本上平时不坐地铁,打车多一点。 好久我买了一个电停车,去公司,骑电停车去。 你买了新车之后,那种快乐就是你觉得没有任何事能够伤害到你。 何广志以前在北京跟我们讲的时候,实话说过得挺惨的。 节目播出以后我再来上海,广志跟我说,哥你待会带我去买趟衣服就行不行。 我说你想去哪买呢?他说去商场,我说商场衣服可比较贵。 他跟我说你不用考虑价格,时尚这一块给我拉满。 这么多衣服呢? 它这种是爱豆的西装。 广志去年参加比赛之后,然后到今年有一个质的变化。 他有个戏场,特别有心范。 我觉得我自己现在有一点我想包袱。 所以我觉得就是谁输谁赢也不重要。 大家只要不整体把这个节目做好看就行。 当然最好我还是赢,只要我还是赢。 让我们有请何广志。 来吧兄弟。 大家好,我是广志。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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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也有今天,看见了吗? 应该有一些观众认识我,因为去年我也参加了这个节目嘛。 就去年我在节目里面讲了很多关于我自己特别贫穷的段子。 对,其实关于我自己贫穷的段子呢,还没有讲完就被淘汰了。 就现在回想起来就特别的遗憾。 因为我已经挣到钱了。 但是我的消费习惯还是没有变。 我前一段时间去一个度假区演出, 当时在那边玩得特别的开心。 就是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玩得那么开心过。 因为不用花钱。 然后我走的时候还把他们给我的那个消费卡找了一个超市, 把里面的钱刷干净又走的。 结账的时候还被店员给认出来了。 他说,哎,你是不是那个讲脱口秀的呀? 当时盯着那个余额,我就特别的尴尬。 我说,对对对,实际是,我叫杨孟恩。 我俩看得太暗了。 所以在那边演出,观众的反应让我觉得好像大家平时工作压力, 都特别的大。 因为我们发现,就是每到周末的时候, 他就会比平时周中的时候好演。 尤其是那个周五场,周五的观众那个氛围, 你们可能是没有见过。 就是每到周五的时候,观众那个氛围, 你就感觉是,都不用我们演员讲, 他们自己就会笑。 就周五的观众,他们坐在台下的感受是这样的。 就感觉是,哎,他们这个演出虽然很垮, 但是我明天就不用上班了呀。 发自内心的愉快呢。 然后其次好演的就是那个周日场。 周日的观众也特别的好演, 他们的感受是这样的, 就感觉是,如果再不笑的话就来不及了。 就我觉得周一的观众难演这个事情, 他也不能赖观众。 可能就是因为周一嘛, 大家确实第一天上班比较疲惫, 就生活还看不到什么希望那种人。 就周一的观众他来了之后, 他永远不笑, 他永远就是大了个脸看着你, 你这么看着去, 永远就大了个脸就是看着你。 有时候你就感觉周一的观众他来, 他不是来看演出的, 他来他就是报复社会来了。 我今天我就让这帮脱口演员知道知道, 什么叫做生活? 有有必要,有有必要。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是这样。 就有一次我们演出结束之后, 有一个从北京来的大姐, 她看完我们的演出之后, 在剧场门口就娃娃地哭。 周围的人就劝她, 问她为什么。 她说她明明上一秒还在笑得那么开心, 她一想到明天就要回北京上班了, 然后整个人就崩溃了, 就娃娃地哭。 就第二天我听到这个事的时候, 我还挺心酸的。 我当时就觉得, 我们好残忍呀, 给了她那么多的快乐。 好像越美的东西, 对这个世界来讲就越残忍。 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突然意识到, 我可真是一朵带刺的玫瑰呀。 我的天哪, 人也是一样, 越美的人对这个世界来讲就越残忍。 我现在每次走在大街上, 我只要但凡看到一个特别美的美女, 我的第一反应都会是, 她这一生她得拒绝多少像我这样的人。 她得拒绝多少追求她的男人, 给别人造成多少的伤害。 我现在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还是我们这些丑直男。 因为我们这些丑直男, 伤害这个世界的方式, 顶多就只能是发自拍, 恶心你们。 或者是去追一个我们配不上的女生, 让对方怀疑自己。 好。 连她也能追我吗? 我现在觉得舔狗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光。 你们有人当过舔狗吗? 都不承认是吧? 我一个朋友。 。 但是很多年长, 然后我最近发现, 她就会加很多女生的微信, 然后几乎每个女生的朋友下面 都会有她的点赞跟评论 当然你们也不要问我是怎么发现的 然后有人他就问我 他说广志呀 我这种行为就是算不算是海王呀 我说海王 他就是那种长得帅的 到处撩人才叫海王 你这种到处舔人的呀 他只能叫海狗 从他身上我就发现了一种 快乐当舔狗的方法 就当你被一个喜欢的人拒绝的时候 你心里肯定会特别的难受嘛 但是当你被很多人拒绝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他的痛苦就对冲了 就是你不会觉得难受 你只会觉得拒绝我的人多了 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 哎呀我的妈呀 你顶多只是不搭理我 人家都让我滚 相比之下 还是你对我好 但是下面来谁开始鼓掌 非常很有勾名 渣男的恋爱观就是各取所需 舔狗的恋爱观就是天道筹琴 但我建议大家不要当天狗 也不要当张男 像我一样 所以我带刺的玫瑰 下午是何广志 谢谢你们 好 我和广志幸福也没法 哎呀 我们先恭喜广志四灯晋级 然后我想问一下 就你朋友的这个心理 你是怎么揣摩的 这么偷吃 就是我 就是我本人 承认了 怎么着 就是我本人 对 一听过一个朋友就拍了 怎么今年变带刺的玫瑰了 这个时尚路线不整了 到后面吧 到后面 因为我觉得第一轮太残酷了 先把直接把核武器拿出来吧 还是 先扎一下子 太刺的玫瑰 还行 和广志要巡演海报 要咬一只玫瑰 太刺的玫瑰 没有广志 和广志人气还是很高的 有岩法 对 现在主要靠人气 现在都是 没有没有 这一段还是很好的 精彩程度跟去年比 有真无减 但是 今天一个巨大的变化是气场完全变了 去年还是带着那种 有点猥琐 有点不自信 就带着那种东西 今年完全没有 主要是膨胀了 今天那个气比较 气势比较盛了 是吧 就感觉去年是一个丑男里的屌丝 今年是个丑男里的恶霸 我们请徐志胜跟他战斗一下 我就霸凌他 让我们恭喜广志进入竞技局 可以可以可以 领住了 领住了 你之前想过自己 有能拿到死灯吗 想过 我不仅想过 我一直坚信我能拿到死灯 他也不是那种 就是完全依靠自己 长相的那样一个演员 他的文本是非常非常好的 他观察是非常细腻的 所以在后边部分 他其实是点燃了全场 就非常非常厉害 当广志施东晋级 我感受就是后怕 当时在那个甜彩的时候 大放绝词 差点就让广志这个带刺的玫瑰 把我扎伤 真的是庆幸 我当时还是年少轻狂了 广志老师